现在是2020年6月21日,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10点58分 刚才感觉那个心脏背后痛,哎呀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三峡大坝的下游 三峡大坝的下游 三峡大坝的下游好像鼓出来一口 慢慢鼓出来一口 那大坝往下游鼓出来一口 为什么呢?下游的水又来一勺 本来大坝在这边为什么没有垮得那么快呢? 没有垮得那么快呢? 因为下游还有水 还有下游有水 两边还稍微不能保持一点 现在下游的水越来一勺 那边好像鼓出来一口 鼓出来一口 那鼓出来一口的话 紧张那边的话 那么大坝更容易垮 更容易垮 所以那个龙在下面拼命 把地下通道再垮大一点 再垮大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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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压出得快 出得快 你就让三峡大坝上游的水 尽可能地从前方一公里出的地下通道走 第二通道一走 这样的水压到大坝上的压力 就小一点 小一点 小一点 对小一点 在垮的努力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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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前方水位 在大坝前方的水位降低了 在大坝上游的水位 在逐渐下降 逐渐下降 在大坝前方的水位逐渐下降 大坝前方水位逐渐下降 要到大坝上的水位 自己的压力会越来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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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多 这样大巴才能安全 好 再见